他是万千家长学子追捧的金牌教师 可私底下却自称是没良心禽兽 表面上 王振祥是帮高考落榜生翻身找出路的招生老师 但实际呢 他是替私营学院敛财的大骗子 中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学校从来不会管你 你教的好或者是不好 而且你绝对想不到他的工作有多赚钱 王振祥所在的洪博教育 光是在去年就招收5000多名学生 每名学生学费12500 相当于收入5000多万 算上学生的三餐都是要钱的 收入还得翻几成 所以招生也是中国暴力三大行业之一 而这也都归咎于中国的基本教育国情 高考是每位中国底层学生命运中 最重要的时刻 它几乎影响了考生一生的出路 在这场考试中 发挥最好的学生 将会进入由国家财政支持的重点大学 学费很少还教育资源丰厚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 大多数人则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 进入二本三本专科等学校 当然也可以不进去读书 但在这疯狂内卷的社会 穷人没有一张好看的文庭当敲门砖 只会是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人家一句只招本科升级以上 你就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别管你有没有能力 这就导致无数学子对文庭趋之入伍 在国家扶持的学校资源有限下 许多像洪博教育的商业大学应运而生 如果肯认真教书 学费贵点就贵点 但他们很多都是为了骗钱而运营 每到暑假 就有无数像王振祥一样的老师 却各地的乡镇演讲 读书不仅仅能够使我们获得一个 强大的精神世界 更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个 起面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 王振祥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每一场演讲至少要转换三个学生 花一百块钱报名注册 而这也是第一笔羊毛 这是基本指标 而女老师则留在学校里给学生打电话 也就是充当电话销售 洪博这种学校的主要目标人群 就是信息闭塞 相对落后地区的家长和学生 为什么不吸取城里的学生呢 城里除了教育资源雄厚的好学生多以外 还有两个硬性指标 人家能接受的资讯多还简单 能判断你是不是骗人的 其次就是富人多了 直接塞钱进好学校和外国留学也行 市场不是很大 王振祥演讲用的PPT内容多来源于网络 从百度图片里找来的阅览是 实验室以及食堂 学校是假的 就业明星是假的 所有的都是假的 就连老师也是假的 王振祥所在的洪博教育 90%的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 你说我一个搞平面设计的 他都能让我出来像个民工一样 每个村子里面跑去招生 不能说的像民工吧 像传销一样 到时候我的学生出来之后 那是个什么样子 就是头一天晚上上网去找点教程 第二天再去教一下吧 很简单的 学生反正又不学嘛 当然只是包不住火呢 遇见发现真相的学生怎么办 学校也有自己的应对措施 就是打着安排工作的名义 将学生全部安排在外地上学实习 引用上面那位良心被狗吃掉的领导说的话 送出去有一个好处 学生经济压力大 来回车费也贵 即使你推荐不了工作 但是他迫于生存 他会自己就地解决 哪怕在本地 还不是推荐不了什么工作 免得他们回来扯皮 在这个过程中 王振祥不止一次地收到良心谴责 但他为了生活 只能为良心地当起一官禽兽 在网络上或者节目组的拍摄中 痛骂自己不是人 当王振祥的工作每进行一分 就有一个无辜的家庭被欺骗 这位残疾的母亲为了供女儿读书 一分钱一块砖的搬运着 一天下来 夫妻俩大概能挣个百来块 勉强能糊口 但这份工作不是每天都有的 夫妻俩唯一的愿望 就是女儿考上大学的实现脱贫梦 然而一个不幸的恶好来临 他们的女儿王振祥考了388分 这是一个只能上三本 或专科院校的分数 知道成绩后 王振抱着朋友大哭 他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般的一块块砖 王振的母亲虽然气在心里 但没有当面责怪孩子 他知道孩子一直很刻苦 只是没有发挥好 他还记得女儿上初中时 老是问孩子为什么读书 女儿说要考大学 要帮家里脱贫 孩子并没有荒废学业 而且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 纠结是如何发生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该怎么解决才是大问题 如今王振面前只剩下不读书 复读和高费三本专科这三条路 首先不读书被父母强制否决了 母亲没见过什么大事面 但她知道 留在这里和他们一起搬砖 或者出去打工 孩子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王振本身是想复读的 想重新挑战一下好的大学 可他忘记他们家是穷人 许多人经常和不识肉迷地说道 穷人之所以穷 就是因为他们不敢冒险 只敢守着一亩三分地过五 可谁又想过 穷人没有试错资本 所以才不敢冒险的 父母不敢赌 万一王振又失败怎么办 只能劝他去读三本 而王振也很快就屈服了 他心疼父母也是人 他们也会痛快老回心苦 身为女儿的他 怎么能这样踩踏着他们去往上爬 而且还不一定爬得上去 我总认为我读书是为了我爸爸妈妈去 都不是为我自己 但是我感觉如果我读书出来的话 那样因为想让我父母过得好一点 也应该比较容易一点 虽然学校里专科招生减章一大堆 但好巧不巧 王盼选择了王振祥所在的学校 报名注册要交入学考试费100元 王盼的家庭经济让他有些犹豫 虽然王振祥表示如果考不过 会退100元报名费的 但怎么可能考不过呢 于是王盼本人在无形中 被收割了第一批羊毛 可怜的母亲完全不知道这些 还让王盼做到光亮的地方做题 说发挥会好一点 然后对王振祥一直夸奖 想打好一些关系 此时王振祥内心受到了极大谴责 他其实很不想和家长搭话 这些家长大多满脸沧桑 唯独看他的眼神格外血量 王振祥知道那是对文婷的渴望 他也知道自己能给的文婷重要 这一次王振祥良心发现 用一些理由让母亲没有报名 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知道母亲的为了孩子思想 迟早会成为另一家公司的韭菜 每次招完生 王振祥都会第一时间离开这里 他害怕再看到家长学生的目光 会让他的良心崩溃 以至于他脱下西装时 是这样评价自己的 而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 王振一家最终还是被割了韭菜 用一年一万两千的学费读了三本 祈求那张大学文婷 而这高额的学费 是母亲在整个村子四处求人 五十一百的凑出来呢 这笔沉甸甸的钱压在他的身上 只为挤出一张文婷 期待一个好的出路 但有了文婷 就有一个好的出路了吗 万超是名大学毕业生 靠着借贷读完了大学 但当他想工作还债时 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公司要他 为什么别人不压我 我不是二十一啊 不是九八五啊 万超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生 甚至可以说和野鸡大学差不多 这就导致他生活在食物链的底端 一些公司需要耗材的时候 才会想起他 万超穿梭于各个人才招聘市场 他担心自己的简历 被放在最下面 每次都恳求人家放上面一点 最开始万超希望能找一份 和他专业对口的工作 但一次一次的碰壁 让他越来越感到无望 直接广撒网 只要是发工资的工作就行 对于加班你是怎么理解的 加班是正常的 我经常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 两三点都有可能的 你因为我短期的目标 在武汉的生存下来 这个就很简单 但是我说的是真的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我生活不上 我就没有其他的 什么都不用想了 万超现在对老板的要求很是简单 你给我一口吃的 我给你一条命 万超的运气还算不错 有一家公司愿意让他试港一个星期 试港期到了试试用期 有1500元的实习工资 这让万超高兴的上窜下跳 因为他终于有经济来源了 有工作 然而职场这条路 远比万超想象中的困难 在工作第一天的下午 他就遭到当头一棒 他的身上只有10块钱了 然而他现在需要吃饭的钱 在郊区租房子的钱 每天通勤4个小时的钱 砸七砸八加来也要2000块钱 很显然 这笔钱他根本拿不出 万超只好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 一番波折后 万超终于借到钱的租房安顿下来 他盘算了一下 自己以最低生活模式进行 一个月也要1000多的收入 光是房租费都要500多 占据了预算的一半 不说想做什么 想吃个饭都不敢吃 可能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 万超现在每顿饭只吃4块钱的蛋炒饭 或者3块钱的煎饼 而且能不吃就不吃 能省则少 现在他的希望就是通过考核期 进入试用期 拿到那1500就可以正常生活 正是员工就可以考虑还钱的事情 免费的考核期万超很快就通过了 等进入试用期以后 万超才领悟到来自社会的读党 每天的工作越来越多 加上在学校没有相关软件教育 导致万超每天都在加班工作 祈求跟上公司的步伐 但在结算工资的前几天 万超还是被以效率低为由开除 这让他很是崩溃 他到底是因为真的能力不行被开除 还是公司只是白嫖实习生的劳动力 我借了朋友的钱 我借了我姐的钱 我用了家里这么多钱 现在又要重新开始 换工作是最最折腾的 最花钱的 万超在一次同学聚会时 借着酒精嚎啕大哭起来 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这是他无视自通成年人的必备技能 不管昨晚哭得有多伤心 第二天都得喜笑颜开的生活 万超又面试到一份工作 但要十几个人抢两个位置 面试官叙叙叨叨地宣传一笑 但对底薪这种硬指标只字不提 有人私底下去询问了 也只是得到一个底薪不定的应付答案 这让大家都不满了 现在人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证 这玩笑话让万超越发绝望 难道寒窗苦读十几年 就是为了过上这种暗无天悦的生活吗 那一纸文凭 甚至廉价到不如工地一块砖 面试的结果下来了 万超成为两个幸运之一 但正是工资却只有一千元 还不如一些公司的试用价格 待遇可谓是低的可怜 连果腹都成问题 万超纠结地坐在车站 权衡了一天一夜 还是不敢轻易放弃这份工作 因为外面还有几百万的求职大军 就业形势严峻他不能也不愿冒这个险 但最终万超还是选择了辞职 因为这份工作连养活自己都困难 现在人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证的话 我觉得生存能力 生存都有能力的话 我觉得都是工的运动 如今的万超退了出租屋 搬去跟朋友合租 每天吃着四块钱的蛋炒饭 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 或许未来可泣 或许碌碌无为一生 另一边洪博教育关闭了 王振祥的内心 却生出了一丝解脱的意味 对他来说昧着良心的工作 总算是到了头 之后他入职一家软件公司 当起真真正正的上班族 然而洪博不过是 千千万万民办大学中的一个 无数如他一般的培训老师 还在继续着敛财的勾当 而且洪博的老板也早已把资金 如今他正拿着家人借来的学费 朝所谓的大学文凭前进 去一所什么都不知道的大学 读着一无所知的工程专业 而且城市刚好也是万超所在的武汉 王振的学费一年一万二 按照万超的工资待遇来看 他要不眠不休 不吃不喝的工作满一年 才可能挣回自己需要的一年学费 而王振还背负着改变命运 让父母过上好生活的人生使命 这是他唯一的出路 寒门出柜子 什么时候从一桩佳化 变成遥不可及的梦想呢 在中国贫穷的孩子必须得上大学 因为人们说 考上了大学就有了出路 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可当最应该公平的教育 也成为一门生意的时候 贫穷的出路又在哪里